女孩被同学推了一下,突然感觉脸松动了 体育课时脸直接掉在了地上 嘿,大家好,欢迎收看妙美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悬疑电影,面具 小和尚半夜被称为奇怪的声音精型 走出却发现,是个白发戴面具的,不知是人是鬼 他蹦着,跳着,像是在做法 按理说,小和尚不应该怕这种东西的 但这是灵异的东西,把面具摘了之后就魂飞魄散了 只留下一堆衣裳,这可把小和尚吓坏了 他回到庙里讲给师傅听 师傅说,那人是不是像这样,这样 说着就把自己面具也给折了下来 然后瞬间化为乌有,只剩下一堆衣服和一块面具 小朋友们开着面具,听着大师有鼻子有眼的讲着 内心开始半信半疑,人类难道都是戴着面具的 三个女孩刚出来,小红就感觉脸不对劲了 一直喊着自己脸松动了,要掉了 几个小朋友赶紧跑回了家 晚上时,小红给小美打来电话 说自己可能真的要消失了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小美也害怕起来,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小美故作镇定跟同学打招呼 发现小红真的没来上学 小美到小红家里找她,却只看到地上的红丝带 晚上洗脸时,她开始盯着自己的脸看 到底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戴没戴面具呢 忽然听到咖这一声 小美忽然感觉自己的脸也松动了 但又不确定是不是 之后的几天,她开始变得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小美若有所思地走在路上 后面几个男同学重重地推了她一下 脸松动的声音更清晰了 她开始不停地摸脸 不停地思考自己会不会消失 体育课上一个横飞过来的皮球 让小美的脸彻底挂不住了 她的脸直接飞到一米外的草地上 不过还好,这都是她幻想的 面具还在脸上戴着 但是这种感觉越真实 小美就越害怕 甚至感觉有人在跟踪她,盯着她 小美疯狂地往家跑 摔倒后就出现个老人来拉她起来 那老人的脸和大师讲道的面具一模一样 小美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等到再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面具老人也一点点接近她 必喊着 我送你面具,还是回到我身边吧 幸好只是个梦 父母把小美哄睡着后 敲开门让面具老头进来家里 老头来到小美旁边 拿出小刀摘下了小美的面具 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孩子是个机器人 原来未来世界 人类的生育率为零 为了延续后代 只能制造出机器人孩子 而这些机器组装的孩子 过段时间零件就会松动 必须重新加固才好 被修复的小美 已经完全忘记这些面具的事 而且脸也变得好看了 家里的妈妈问爸爸 这周是否休息一下 陪陪家人 小美爸爸说 是应该休息陪陪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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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重复 只有耳朵里的机器短路 爸爸也结束了使命 故事的结尾 新闻报道 空气中充满了有害物质 要求市民必须关闭盲窗 妈妈赶紧戴好房东面罩 出门收衣服 而此时高放学的孩子们 正在迎着病毒走去 短片每一处都透露着 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人口 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 但可以从自身的点滴做起 还是要好好爱护环境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